你 既然要决定在一起 那就要相信彼此 你能不能不要推开我 不用查了 我来告诉你 所以这就是她跟我分手的原因吗 所以这就是她跟我分手的原因吗 我觉得你有知情权 本来谈恋爱就不应该搞什么 为了你好 所以才不跟你在一起 但是你要考虑清楚 她债务很重 如果你没有做好跟她同甘共苦的准备 而放弃这段感情的话 其实也没人会怪你 菲菲 对 谢谢你 谢为什么 谢谢你把我当作一个 成熟独立的人来看待 谢谢你告诉我真相 我会搞得清楚的 你要跟我提分手的话 是不是也得征求一下我的同意啊 你这样也太不尊重女朋友了吧 小语 你不用说了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我不同意 我在你心里人品是不是就这么差 你被限制消费了 我就要跟你分手吗 你知道了 但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啊 自己想当事人不想连累我是不是 如果这些事情只是针对我 那我倒可不必害怕 可如果你也卷进来 我可能没办法保护你 你是不是害怕我被人针对啊 可是我 我现在什么情况 我不是跟你一样吗 我什么都没有啊 光脚的才不怕传线 既然要决定在一起 那就要相信彼此 你能不能不要推开我 对不起啊 以后呢 我就负责赚钱养家 你就负责在家种茶 你赚得 好像不够吧 我还得还债呢 这有什么关系啊 你签多少钱我怎么帮你还 一个亿哦 一个亿 一个亿啊 那 那我就能努力呗 Patter啊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